Hello,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Dandy 今天来聊其实您该了解 有尬语才会说五个约会的潜台词 听到这句表示就是有中了 在现在这个交友软体的市场里面呢 你跟一个人出去约会见面 有时候你就是很难分辨说他到底是对你有喜欢 还是纯粹是打发时间无聊 想找个人见面然后吃饭聊天 所以呢你要从这个聊天的对话过程之中去看出 他到底是真的对你有喜欢有好感 还是他是个海王或是海后 那今天就来聊聊五个约会的潜台词 你有没有听到这五句话呢 首先第一句话就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他后面可能会接说景点或是你们吃东西的菜色 如果你跟这个人第一次约会 你发现他在过程之中他会很在意你的饮食喜好 或是他对于他今天的行程规划安排 他会去留意说你到底有没有兴趣 或是这东西有没有合你的胃口 这一点其实可以看出因为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如果你们见面了可能之前在网路上面 或叫我来你上面聊得相谈甚宽 但实体见面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跟你这个人面对面坐下来吃饭 跟你实际碰面 然后你们可能走了一些行程 他还是依旧保持着对你的在意 很关心你对于这个料理到底喜不喜欢 或是这个景点到底跟你平常自己出游 或是跟朋友出去玩 这样的行程规划有没有符合你的期待 如果他会在意这些事情的话 会讲出这句问句的话 表示你们两个的关系 他是有想要继续的发展下去 否则你自己是想遇到一个完全没feel 完全没有感觉的人 你第一次跟他约会完 你根本就知道说我不会想跟他再次见面 你也不会去在意说 他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个料理 到底对于这个行程规划 有没有打中到他的那个内心 就说有中他有喜欢 因为你根本不在意 所以当他会问出说 你到底有没有喜欢这一次的选择的餐厅 或是这一次的比方看电影 或是看这个展览 或是你们现在逛街行程 有没有符合他的期待 如果有问出这句 表示他内心的意思是说 未来可能我们还会继续的发展 所以他想要知道你的喜好 接下来第二句关于说 约会的潜台词 听到这一句就是有中了 就是 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 或是很难聊这样子 就对自己的观感 他会在意 会讲出这句话 有些人会觉得说 这句话会不会觉得 很像有点自别 或是没有自信 但其实会有这种没有自信的想法 就表示他对你是非常的在乎 他就是很害怕说 他在你面前的形象不好 表现的不够优 有部分的人是很会在网络上聊天 他就是在那个键盘前 或是用手机互动互聊 他很会 但实际碰面 坐下来聊天 他就是会害羞 他就是无法展现出 他最真实的样貌 可能是因为基于第一次见面还不熟 或是那个 你知道有网络 或是有手机 他有个屏障在 他就可以不要自在做自己 所以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他会问出那种 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 你会觉得我很尬聊 跟我相处起来 你会觉得 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好 他会在意这些事情 表示同样的 他就是对于你们的关系 是有未来的想象 他也会期待给你好的第一印象 所以他才会说出这句话 而这个也是个正向的讯息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约会前台词 听到这句就是有状了 就是Sam 会不会觉得我落差很大 那后面可能是接 他所谓的落差是照片 或是你们线上线下 可能在网络上面聊天 在交友软体上面聊天 你们两个互动很乐络 但是实际见面就刚说的 他可能是一个相对而言会据点的人 他不太会实际就是见面聊天 或是他可能就很害羞 很内向 他会在意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差很多 或是跟那个网络上面的形象 有点不一样 那会有这一层顾虑 就像我刚刚说的 如果他今天就是对你没感觉 他今天就是自己已经知道说 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 他跟你吃完饭 他巴不得赶快离开现场 他根本不用在意你 到底觉得他有没有落差 他只一心想着赶快离开这个场域 所以他根本不会问出这个问题 但当他会问出说 你会不会觉得我照片跟我本人差有点多 或者说你会觉得我本人很难聊 或是我本人给你的感觉 很像是不是又符合你的期待 会有这种疑问句 就表示他内心是会期望 你就是对他是有好感的 对他是觉得 线上线下是一样的 所以未来可以继续的认识下去 而就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关于说 约会的潜台词 听到这句话就是有中了 就是在约会过程之中 他会提出说 我们等一下要不要再去 然后后面是接序通 比方说可能你们本来是约看电影 然后吃饭 但后来就说 你要不要再去逛逛 或是你要不要去看夜景 或是时间还早 我们要不要去聚酒屋喝个酒 你懂吗 他就是会提出 我们要不要再去别的地方 有这句话 其实意思就是说 我想要拉长这一次约会的时间 我想要多一点时间 跟你坐下来好好的聊聊 多认识你一点 同理你今天跟这个人 就是没来点 你就是知道说 这次约会之后 你跟他应该也不会再联系了 你就根本不会想要续通 就是你把我的赶快离开现场 赶快提早走就提早走 但他还会提出说 我们要不要去做别的事情 然后要不要去吃个饭 我们前提是白在说 他不是跟你是约皮关系 就是你们决定好说 我们今天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赶快做一做 然后鸟兽散 他如果不是这个状况 是要认真的认识 跟有可能发展成情侣关系的话 他会继续提出说 我们去吃饭 多聊聊 多走走 那就是个好的讯息 表示他想多认识你一点 接下来第五个关于说 约会的潜台词 有听到就是有重 就是五 我们要不要下次一起去吃什么东西 或者下次一起约好 去逛什么东西 或者去哪边玩 如果在约会的过程之中 他会很顺的 或是很无意识的 就讲述说 那下次一起去看那个电影 就是你可能在聊天过程之中 只是无意间提起说 最近一部新戏要上了 或是最近有个展览 你这样要开了 那他就会很顺的 而且完全不加思索的 直接讲说 那下次我可以陪你一起去 或是我看一下时间 我们约个时间可以一起过去看看 他会讲出这种话的话 或是他的回应是如此的话 表示他是期待跟你有 接下来的见面 那一个人 他在第一次约会之后 他还会想着 跟你有下一次约会的可能 表示说你们这次约会 对他来说 基本上是不讨厌 他甚至会很期待下次的见面 所以他才会主动的提及这件事情 否则你发现 如果你跟这个人互动 你发现说他开始在跟你约说 要下次见面 或吃什么东西的时候 但你对这个人就是完全性的无感 已经发现说 就是冷掉了 你就是自然而然 不会去答应他说 下次怎么时候见面 或是约时间 你就是会打模糊眼 所以同样的 从这一句话里面 你也可以去听出 他其实对你是蛮有好感的 他会期望下次 时间赶快定下来 那这样子你们就一定会有 下一次的见面机会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五点来聊聊 关于说 有尬以才会说五个约会的潜台词 听到这一句就表示有中了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呢 我要介绍一间位于士林夜市的外带便当店 叫做欧麦便当 它的麦是麦香红茶的麦 那这间店呢 我觉得非常的特别 它是主打外带的一个便当小店 它当然也可以路边经过你去买 但它就是只有卖中午 因为它就是离我店家真的超级近 但我开业至近 我真的只吃过它两次 因为我是晚上才会吃一种正餐的便当 所以呢 我每次想要去买的时候 它就关门了 然后我就真的太好奇 就问了其他店家的老板说 那间店到底是有在营业吗 然后后来才得知说 哦没有它都开中午的 而且它只做外带客 因为它生意真的很好 所以它卖完就关门了 所以常常晚上时间 它根本就不开也不卖 因为它就只有卖到下午时段 所以我就是很少吃到 那这几天是因为台北一直下大雨 那可能因为它的生意也受到一点影响吧 就是下雨天生意比较不好 所以就开到比较晚 所以我才有机会可以去吃到晚餐 然后我去点了之后 我就觉得说 哦他们家的用料是真的很实际的 这种家常菜 它炒的青菜就是真的是现炒的 然后它给的肉排啊什么都很大块 主要是因为它的价格100出头块 但是它给的肉 你感觉是有用心在腌制 然后肉质也很鲜嫩 是真的蛮好吃 便当也蛮大一份的 所以有在大士林地区的话 不凡可以外带点点看 或是有经过士林夜市 你下班要买晚餐的话 可以蓬蓬运气 那今天叫做Oh My便当 就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我有拍影片后方的IG 其实你应该请大家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我在线东都会发很多有趣的 及时新闻还有梗图 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 好啦 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 下次见哦